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开始讲今天的课文 这个呲我稍微说两句 它不是呲 不是呲 是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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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度不用稍微那么大也可以了 电影不好记 多写几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上周学的单词 我会设员是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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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生 留学生 然后初次见面 初めまして 是 那样 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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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员 社医 社医 是 你 你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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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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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日本 王 王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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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大学 東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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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单词 看一下上周的句型 第一课 私は田中 是我 田中 第一课的重点 有四个句型 第一个就是 比如说 我叫田中 我 我是 田中 我 是 我的意思 我 呢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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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 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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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肯定句 です です 所以连起来就是 所以连起来就是 私は 田中 私は 田中 です 我是 我是 田中 我是 这是一个肯定句的一个表现方法 然后 然后第二个句型 说一下啊 那田中是日本人 所以把田中放在前面 田中 是 田中 日本人 田中 称呼别人 是 家三 如果自我介绍 说自己 就不要家三了 比如说第一个句型 他说 我是田中 那 这是第三个人称 田中是日本人 说别人的时候 说别人的时候 就加三 这样是礼貌的 就是说 田中 是 是 然后 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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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す です 是肯定的意思 田中 田中 是日本人 那田中 是社员 是公司职员 所以说 田中 さんは 会社員です 这样能懂吗 自我介绍的时候 不加三 说别人的时候 要加三 什么什么 wa 什么什么です 这是咱们第一个句型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不是 です 是肯定 那 走定呢 就是 ではあり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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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ません 那看这个2 私は大 です 私は大 です 我是小王 说自己 不加三 私は 那说别人呢 大 さん 大 你姓鲁吗 ロさん ロさん 你自我介绍的时候 可以说 私はロです 但是我说你的时候就是 ロさん 这样读啊 おさんは 日本人 ではありません 是否定的意思 他不是日本人 小王 不是日本人 小王是中国人呢 おさんは 中国人です 小王是中国人 その 大 其他人 には 或ない 那 什么意思啊 小王 不是社員 ではありません 不是社員 大 学生 です 肯定句 他是学生 学生です 哪个学校的学生呢 東京大学の留学生です 大学的 留学生 Oさんは東京大学の留学生 这个句子是这样组成的 能明白吗 这是上周我们学的 今天简单复习一下 我们来看 今天的第三部分 对话了 他俩对话 田中和小王对话 田中说 はじめまして 初次见面 はじめまして 小王说 はじめまして 初次见面 是小王 私はOです 私はOです 田中说 私はタナカです 田中 タナカです 理事です 小王就说 提问他 问句 会社員 ですか 加了一个か 如果说 タナカさんは会社員です 就是他是会社员 那加个か 就是疑问 田中 你是社员吗 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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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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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讲了 一问句要加卡 加卡是一问句 田中说 是肯定的 是这样的 そうですね 大家有没有听过 是社员 那是哪个社的社员呢 旅行社 旅行社的社员 这里有一个の 的的意思 旅行社的社员 旅行社の社員です 也是这个句型 anataは anata是你 wa是族语的那个揭取词 anataは kaisang indesuka 你是会社员吗 anataは kaisang indesuka 小王说 i e 否定 田中说 那时候是说hai 对不对 那他说不是 是i e i e so ではありません 就是咱们第一个句型说的 です 的否定词 ではありません いえ そうではありません 是否定 学生です 学生です 是学生 哪个学生呢 東京大学の留学生です 大家了解了吗 我们来 全部 说一下 我说一下 初めまして 初めまして 私は Oです 私は 田中です 田中さんは 会社員ですか はい そうです 会社員です 旅行者の社員です あなたは 会社員ですか いえ そうではありません 学生です 東京大学の 留学生です 翻译一下 初次见面 你好 初次见面 你好 我是小王 我叫田中 那田中先生 你是社員吗 是的 我是社員 旅行社的社員 你是社員吗 不 我不是 我是学生 東京大学的留学生 这个意思 我慢一点 再读一下 初めま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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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は Oです 私は 田中です 田中さんは 会社員ですか はい そうです 会社員です 旅行者の 社員です 旅行者の あなたは 会社員ですか そうではありません 学生です 東京大学の 留学生です 陈永强 陈永强 没有声音吗 陈永强 没有声音吗 还没声音 你试试 陈永强 是能听到的 我刚才 你把声音鬼关了 好吧 你怎么来晚了呢 我们都快讲完了 6点 下班了 私は 田中です 田中さんは 会社員ですか はい そうです 会社員です 旅行者の 社員です あなたは 会社員ですか いい そうではありません 学生です 東京大学の 留学生です 好 就这么四个句型 第一句 非常简单 第一个句型是 じゃ 是 い 比如说 私は 田中です 私は 会社員です 王さんは 中国人です 王さんは 留学生です 田中さんは 会社員です 就是 什么什么 は 什么什么 です 这是第一个句型 第二个句型 否定 什么什么 は 什么什么 ではありません 什么什么 は 什么什么 ではありません 比如说 我是田中 私は 田中です 但我不是田中 私は 田中 ではありません 明白了吗 再就是 一问句 如果说肯定是 私は 田中 です 如果一问呢 就加一个 か 非常简单 只加一个 か 私は 不能说 私は あなたは 王さん ですか 来晚了的话 在日语里面 叫 遅刻 遅到 遅刻 遅刻 一问句 直接加一个 か 就可以了 あなたは 会社員ですか 然后就是 の の 是 德的意思 の 比如说 東京大学の留学生です 什么什么 德 什么什么 です 東京大学の留学生です 这是前面一个名词 后面一个名词 来组成的话 就是 の 如果是形容词呢 那就不需要讲到了 咱们中文的话是 比如说 美丽的花朵 中间也是加德的 但是日语里面的话 形容词后面 会加一个 是这样的 比如说 うつくし 一般是 い うつくし かな 中间就不加 の 这就是 美丽 德 但是名词和名词之间就要加の 然后还有一个肯定和否定 肯定是 はい そうです はい 比如说 提个文啊 あなたは おうですか 能听懂吗 你是小王吗 あなた 你 は あなたは おうさん 小王 ですか あなたはおうさんですか 你是小王吗 你如果说是 はい そうです 或者是说 はい 私は おうです 我 あ 私 は 加个 おうです 就可以这样 那如果说 おうさん おうさんは 会社員ですか 能听懂了吗 社員吗 おうさんは 会社員ですか 如果是否定呢 就叫 いえ いえ 私は 会社員ではありません 懂了吗 私は 会社員ではありません 就 这个 いえ そう ではありません 要是能 互动 就 好了 互动 的话 可以提问 看看 你们能不能 听得 听得 出来 我说 是哪个词 能不能 听懂 是什么 意思 我是 讲完了 课文 然后 随意提问了 几个 看看 你们能不能 记住吗 我没有 在书上 说 那我 再从书上 再说一下 箭头 比较好 这样可以看到吗 看不到 行 那我就这样 瞄吧 好不好 这样啊 嗯 那我再读一下 听一下 你的教材 是哪一版 标准 日本语 标准 日本语 好 那再 应大家要求 再多读两遍 田中 说 初めまして 初めまして 小王说 初めまして 初めまして 私は王です 私は王です 天中说 私は田中です 私は田中です 小王说 田中さんは会社員ですか 田中さんは会社員ですか はい そうです はい そうです 会社員です 会社員です 旅行社の社員です 旅行社の社員です あなたは会社員ですか あなたは会社員ですか いいえ そうではありません そうではありません 学生です 学生です 東京大学の留学生です 東京大学の留学生です 翻译下 田中说 初次见面 小王说 初次见面 我是小王 田中说 我是田中 小王说 田中是社員吗 田中说 是的是社員 旅行社的社員 你是社員吗 小王说 不 不是 我是学生 東京大学的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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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了吗 意思 好 那一句中文 一句日语 初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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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田中 我是田中 私は田中です 私は田中です 田中是社員吗 田中是社員吗 田中さんは 称呼别人要加三 田中さんは 和是主语啊 连接主语的一个助词 田中さんは 私は会社員ですか 田中さんは 会社員ですか 你是社員吗 天中说 はい そうです はい そうです 是的 我是 会社員です 我是社員 会社員です 我是社員 旅行社的社員 中间加个の 旅行社の社員です 旅行社の社員です あなたは 加个は あなたは 你是社員吗 あなたは 会社員 ですか 加个是什么 一问句 对不对 あなたは 会社員 ですか 小王说 不 不是 是 相对于 嗨 这个是 家 相对于 そうです 这个是 そうでは ありません そうでは ありません 是 是学生 学生 です 学生 です 東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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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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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じゃあ次来 東京大学 の 留学生 留学生 です 東京大学 の 留学生 です 这回 怎么样 这个语速 大家可以跟上吗 社員 有点 听不懂 是 虾影 虾影 我来 写 一下 社 是 下 下 远 是 印 印 加起来 虾影 虾影 是 社员 的意思 开 虾影 对 开 虾影 会社员 那是会社员 会社员 叫 开 虾影 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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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员 也行 会社员 也可以 虾影 也行 会社员 开虾 也可以 如果是会社 什么意思 公司 开虾 开虾 OK 听懂了 听懂了 行 今天讲得很慢啊 下一节课我们就要讲第二节课了 再复习一遍吧 重点句型有四个 一 什么什么 は 什么什么 です 私は 李 です 我姓李 私は 李 です 比如说 陈永强 是 亲 亲 さん 私は 亲 です 那 否定呢 です 就变成 ではありません ではありません 我不是小臣 我是小李 那就是 私は 李 です 私は 亲 ではありません 那 一问呢 只在这个 です 后面加个 が あなたは 亲 ですか 你是小臣吗 这个是 第四个句型 是 什么什么 は 什么 の 什么 です 就是所属 东京大学的学生 或者是说 大学的 投票大学の 学生 学生 那如果说 我是公司的 社员呢 就变成 私は 会社の 社員 です 会社 の 社員 です 变成 我是 会社的 色源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哦 你是新版 我是没有新版 你是新版的 我的是旧的 你可以拍照 你可以拍照 给我看看你的 有什么 是什么样的 哦 今天讲的比较少 那我 给大家补充两个单词吧 在我这本书的后面有练习 练习的话有那个 有几个 我在这儿写一下啊 这是笔 笔案花的笔 那个 其实句型是一样的 我看了你这个啊 你这个写的是 李さんは中国人 です 森李さんは学生ではありません 一个是です 一个ではありません 第三个 也是什么ですか 他这个是东京大学的学生 你这个是GC企划的社员 李さんはGC企划の社員です 其实句型是一样的 只是说 名字换了一下 然后 我来 补充两个单词 大家可以记下来 这个是念 Kale Kale Kale是男他的意思啊 日语里面也有男他 有女他 Kale是男他 那女他呢 加了一个女字 是女他的意思 叫Kanojo Kanojo 读音他还挺大的啊 是女他的意思 Kale Kale Kan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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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有男人称了 然后再学两个人名 然后再学两个人名 田中是Tanaka Tanaka Tanaka 山呢 山是Yama Yama 山下 山下 如果是叫别人的话就是山下さん 他们一般是双姓嘛 两个字不像我们姓李姓王都是一个字 这是山下 然后片甲名等 那这样的名字就是外国人了 斯密斯 斯密斯 当以成中文叫史密斯 他们叫斯密斯 就是斯密斯 片甲名 外国人就用片甲名来表示 比如说美国 阿 美 利 卡 这个词太丑了 卡 阿 阿 美 利 卡 阿 美 利 卡 是什么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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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好 词汇的话就补充这么四个五个吧 彼 彼女 山下 史密斯 阿美利卡 好 今天就讲这儿 下一节课我们就讲第二课了 今天就再见了